名医回收针管取卵 清洁副体身揭发 使用后应抛弃的取卵针和止入导灌 近早曾热出性骚尖软女子风波的 不孕名医张宏基回收再用 证明诊间清洁副爆料 4年前他在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工作 当时任职生殖中心主任的张宏基 竟要他清洗取卵管止入针管等器具 虽然他曾质疑 但张宏基说可回收工经济不好的妇人使用 他只好用注射针头 将清洁液灌入管内清洗 没想到他女儿之后花了5000多元买针管 做试管婴儿 张宏基仍用回收针管止入胚胎 他竟决成了帮凶 找张宏基和院方理论 对方才同意可以还医疗费 并付70万元核解金 要他不得提告 你看这么长 这么长 这个管子这么小 你会直接用这个注射针管 就是这样子给他取舍 从这边你还要注射下去的蛋 他会跑出了 有没有 这样就算洗了 就是这样子叫做清洗 对不对 大概洗几次 一支 看你要洗几次 这个东西根本没有清洗干净 他这个人次重入再重入再重入 每天再重入 这用过几次 只能干净 事后张宏基因严重违反意愿规定 遭中国服医免职 中士卫生局上周前网基查证实此事 将依法开罚 卫福部则强调 要介入想家调查 动新闻台北报导 软件外套 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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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